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就要你們陪我一起收拾東西 後面這個位置就是我在長洲的梳妝台 為什麼會包滿膠袋的呢? 是不是要搬屋呢? 不是不是 試完是兩個星期前 有一個星期五晚我們打算進來洗澡睡覺 開冷氣的時候 那個冷氣開不了 超級旁黃 我們找鄰居同一個遙控同一個型號 都是開不了 再找附近的鄰居想借宿一宵的時候 我男朋友非常英勇 用了螺絲筆一下 強行就開到變成一個恆溫 那個葉子動不了的狀態 就是這樣我們度過了兩個星期 然後當然中間我們就聯絡了葉主 再安裝了一個新的冷氣 因為安裝冷氣的時候 是會弄了很多東西 我們是分替色 所以我們就要清潔這張桌子 然後我就覺得 這麼久都沒有收拾過了 不如拍片大家一起和我收拾一下這個梳妝桌 順便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我在長洲這裏放什麼的化妝品 護膚品 現在搞到好像那些開張儀式 噔噔噔噔噔 其實我都沒有完全收拾 但是大家看到嗎 那些灰是整張白色的桌子污染了 雖然大家現在看到畫面好像很骯髒 但是其實我們星期六進來已經清理了一點點了 其實原本的狀況整張桌子是這樣的 我很想打黑T 趁等桌子乾的時候 不如說說這塊布 有沒有留意到這個梳妝桌子 為什麼長期會蓋著這塊布呢 就是關了一點風水時 原來我買完這個梳妝桌子之後 很多朋友告訴我 那個鏡子是不可以對著床 他們正確地對著是不好 還是有什麼關鬼神的事 所以最後長期都是鋪著一塊布在這裡 我基本上沒有用過這塊鏡子 好了 那我現在就要把櫃桶裡面的東西安裝在梳妝桌上 最近用了Cosme Store的這一款 是很好用的 但是他們不知道轉換新包裝 還是轉換新產品 好像是在做那些放在櫃檯上 10元一包 我就買了兩包 是非常之軟綿綿 親膚 又不會說掉很多綿水 所以是極推薦 這個快要絕版了 不知道是推薦來做什麼 然後呢 就是到通牙了 這裡一定會有去角質化妝水 去到哪裡我都一定會用的 然後呢 我放在長洲是Kiehl's的金棧花精華爽膚水 那為什麼會放這支呢 就是因為它是我和我男朋友都用得 我男朋友是不會抗拒 它不會很黏 是很清爽 然後夏天都用得 然後就是我用來化妝的一塊鏡子 那麼大塊鏡子不用 然後 另外再做一塊鏡子 真的不得了 然後就是防曬 我放在長洲是這支 是在Gmarket買東西的時候送的 我覺得它的表現算是不過不實 質地很舒服的 然後不會泛白 不會黏黏黏黏 但也不是我最最最喜歡的防曬 但通常我很喜歡的東西 會放在家裡用的 放在這裡我會放一些不服 然後穩陣派的東西 之後就是Dr.Wu這支 其實這支用完了 我要放在胸瓶器那裡 去眼妝 gel 一樣每個家裡都有 晚上我會用的就是Kiehl's的一個油 晚間的精華油 我很喜歡用的 然後保濕精華我放了FATIV這支 然後這個是Orbis的霜 這個都用完了 不知道為什麼 放在這裡經常都不捨得 再來就是Kiehl's的Ultra Facial霜 然後這個貴重有Suku的碎粉 然後就是Bior的止汗劑 這支的髮尾油就是我平常在這裡用的 這個我千萬不要買 雖然在香港應該比較難找 我在日本買的 但真的極難用 你放在頭上就會油膩膩 搞到這麼久都還未用完 還有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TOOFACE的定妝噴霜 還有這裡兩顆美妝蛋 很髒 要洗了要洗了 我待會拿去洗 還有這兩支就是Benefit 用來遮毛孔的一個妝前底膏 也是很久之前他們寄給我的公關品 不過我自己真的沒有毛孔問題 所以就少用 但是放在這裡就是因為 長洲天氣比較熱 夏天有時候我都會看到毛孔 我就會用一用 好來到第二個櫃桶了 我已經覺得很累了 這個櫃桶就有我的梳 其實就是插在我的化妝掃裡 然後就有這個杯 這個杯其實本身也是櫃桶 因為沒有用 有沒有人想要 沒有用過的這個杯 我之前是買化妝品送 但真的想不到有什麼用 還有呢 我的美白精華 在長洲我是用 奧妮的這支 應該這支也很出名 很多廣告 說明先 這支是我自己買來試的 它的質地是很好的 有少少厚 所以如果是油肌的話 未必會喜歡 特別是現在的天氣 但乾肌對我來說 是有滋潤感的美白精華 再之後就是幾支 之前我在IFC這間叫做 Rituals 是不是 看到減價買了他們的 洗澡泡泡放在長洲那裡用 因為我不捨得十方那支放過來 之後他們減價是五十四十多 這樣就很划算 買了很多支回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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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啊 唉唷 接著呢 就到最後這個櫃桶了 應該就整理好桌面了 搞定了這裡 唉唷 好累啊 這支也是Rituals 就是一個止汗劑噴霧 是我男朋友的 就放在上面 然後就有後的鼻貼精華 這個也是我人生不能沒有 那所以呢 無論在自己家裏 和長洲都會有放在這裡 接著就是MINA的這支 定妝噴霧 我覺得一般的好用 對啦 我覺得那支味道有點膠 還有呢 我又不覺得定妝效果非常之好 而且你噴完之後是臉上有水珠那種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它 有這支Dior的粉底 大家看到那個瓶很殘 裡面已經是變色了 那就要等了 好 粉底方面呢 我在長洲不算那支是有四支 最新帶進來就是HEMI這一支 我發現這一支粉底應該蠻蝦人用 因為很多人都說用完會浮 或者妝感不漂亮 但在我身上又沒有這件事我蠻喜歡的 所以可能它是比較適合一些中性偏乾的皮膚 再來就是Shel of Tilbury的這支 Airbrush Flawless Foundation 我覺得它是比較厚一點 真的很少很少用到它 但是我又沒有經常扔 接著呢 這支Explorer的粉底 大家有看上次胸瓶的它的另一個版本 黑色蓋我已經用完了 但是這個金蓋 用的都用不完 太久了 我還是要捨棄它 因為它是比較滋潤水潤型 光澤感很強 是一個燈膽型那種 但是我覺得不太適合香港 而且太油膩膩了 連我都接受不了 應該大家都不適合了 接著Excel的這支Milky Fit Flute 是好用的 不過我會喜歡牙膏的 那個比較薄 好 現在放梳妝桌的東西 就已經七七八八放出來的了 但是櫃桶裡面的東西 我想大家都有少少興趣 我就通過一下 有一包卸妝紙巾 接著會有很多顏色的顏色 接著會有最常 大家看到長洲會化的眼妝 都是來自 Too Faced的聖誕版 Ginger Black 它的顏色真的超美 接著如果櫻桃色的眼妝 就會有Naked的Cherry盤 再來就是Benefit的這個燕脂盤 它是甚麼顏色的胭脂都可以化 而且是很自然的 我非常喜歡 接著會是這款 也很漂亮 它是胭脂膏 在泰國的FOR YOUTUBE 最後就是 一定沒有死的了 放在這裡 這盤眼影 這麼多顏色 咦 發了毛啊 一定沒有死的了 放在這裡 嘩 大家看看 現在這樣是不是太整齊了 這個狀況應該可以維持兩三個星期 然後我現在的桌面就是這樣 厲害 我終於完成了收拾梳妝桌的任務 真的平時不算很暖的 都是差不多 但是 有些東西可能不知道它在裡面 或者是不遺意 用了很久都真的要斷捨來 撿一撿出來 所以今天就順便一次過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類型 整理家居 撿東西的影片 我不知道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告訴我 我再有空 可能撿一下自己的房間 或者給我一點動力 做一個整齊的人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 upload兩條新片 凡是六間三點和四日日間到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